hello妹妹大家好,我是梅子 因为就是海娃娃的跟我说,大哥跟她说 可能这几天吧,她就要回广西去了 然后现在离过年还蛮久的 因为她在这之前呢,大哥没有跟我说她要回去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 然后刚才听到她的声音,已经上楼了 我想就去问一下她 宝宝,香雅 香雅 我们去跟舅舅聊一下天好不好 舅说要回去了宝 宝宝 不要怼那么近,咱们都 头发都没弄 那要不要给你两分钟整理一下吧,新鲜 牛逼呀 好,两分钟也够,开始 哎呀 我想问一下你 我的海娃娃说你要回去了咋 对呀,要回去了 不去就是不年了 大哥,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怎么怎么办,谁来拍啊,谁来剪啊 自己拍自己剪了呢 我们忙不过来 现在又带着小孩子了,不像以前 你有事儿的吗 啥事呢,我怎么没听说了 他就有事儿了,我有事儿了 回去相亲是吧 回去早一点 对呀,万一有人来相亲了 对不对 哈哈哈哈 你这样说的话呢,我能接受啊 我还以为 你是在我这里受委屈啦 不开心啦 然后你就想走呢 用别吵架,一般这种剧情话 都是要吵一架才走那种 哈哈哈哈 不是的,我跟你说 我生日马上到了嘛 我想的是 你 过生日吃完蛋糕再回去 谁样的,你还不生日 等我等了哟 多久了 这生日是我定的吗 你这是搞笑的 真是 是吧小鸭 这有事儿了,你看 阿乐 昨天吧,昨天给我发信息 他问我,要不要 回去跟他一起搞 搞什么 他说一个人忙不着过来 他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想着你这边的粉条啊 有个淀粉你弄完了 对不对 然后就没那么忙了嘛 然后我就刚好 我也回去 相当于回去过个早年 不行 你还有那么多货没卖完 你说你要带着走啊 那个货就给海娃娃卖了 他已经说了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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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卖 这时候有点遗憾了 遗憾 遗憾 没有,他都年终奖 哈哈哈哈哈哈 老子不干 不够的早退去 都不错了 昨天我刚刚发发 我的刷工,我现在看到人家 都在发年终奖了 各种 你可以随便出问题 哎呀 武汉你好像是从三月份来的啊 你管个几年 快到年了 那就叫年终奖 你知道吗 哪怕是我 我比如说明天就是年终奖 我就懒你去 这次就年终奖 哎呀,好烦了呢 对 反正你想回去就回去吧 或者说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啊 对 可以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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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个到时候在说嘛 好像现在一直说 阿乐想让你回去帮他刷 是啊 我,他也说了 如果我 我本来说过完生日再回去 他过完生日都不用回来 他回来就过年了 还卖什么 还要帮什么忙 说叫我尽快回去 我现在车子不是去修好了吗 然后就要回去了 你这样子说的话 我还心里面 没弄那么 那个 要不然的话 你突然说一下子走了 搞得好像 有点 受了委屈吧 在这里 嗯 也可以 反正阿乐现在他一个人 确实来说忙不过来 嗯 然后他这方面什么东西都是 回去给帮一下嘛 没事的 回外婆家不 我们回不回外婆家 我 我呀 真的 干嘛呀 不要我爸 来绝绝吧 来绝绝 好 好 等灯过来坐哈 来嘛来嘛 哎呀 啊 这个小东西在楼上 基本上这些东西全是乱的 是呀 快点过来 哎呀你看又去弄我的东西了 那些少爸那些孩子倒数丢给我们 哎 在楼上都这样子管了拍了吗 随便的玩 只要他不动伤势就行了 看穿就好了 这东西 这么纠结干嘛 哪个小孩子是这样过来的 他还 讲年终奖是吗 不许把视频剪完再回去我跟你说 老大是革命的状态 哪里去呀 哪里搬一个 哈哈哈 好的那我就不打老米 剪视频了啊 反正还走 还有几天 这几天的话相信 剪个 一个月裤子就没问题啊 拜拜 加油 一个月就要发一条那种 造型 F 小